鼠蛇人做功德,只做一件事。其中原因,看苦无数人,功德为何物?是不失众生,救济贫苦,还是修妙见寺,诵经拜佛?世人多以为,功德乃外在的善行,然不知最根本的功德便是从心中而生,最贴近的功德便在日常的孝顺中。 鼠蛇人天性聪明,洞察细腻,往往在世事纷扰中游刃有余,但恰恰因此容易忽略身边最深厚的恩情,那便是父母之恩。 孝顺,乃天地间最朴实,却最无上的功德。 鼠蛇人若能一生形一件大功德,便是对父母尽孝,报答他们赐予的生命,回馈他们无私的关爱。 今日,老夫便与你谈一谈,何为孝顺功德,何以孝顺能成就鼠蛇人一生的功德根本? 父母之恩重如山,恩深如海,所谓天地重孝为先。 鼠蛇人在人世间拼搏或成就事业或积累财富,但无论身处何境,皆不可忘记父母的恩德。 父母之爱,不求回报,含辛辱苦地将儿女养育成人,人生最大的善行莫过于将这份恩情回馈,将父母的晚年照顾妥贴,使他们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 鼠蛇人若能于浮躁世间忠敬下心来反观自身,便能发现生命、智慧皆因父母之养育而得,而这份恩情是任何世俗功德所无法比拟的。 佛法中有云,万善之中,孝为先。 鼠蛇人若想积累一生的功德,便当从孝顺入手。 孝顺不仅是善行,更是修心,是一份无私的给予。 佛陀曾言,报父母恩者,方得人道之称。 若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能悉心照顾和谈对他人行善。 鼠蛇人聪明过人,常善于思考他人之事,但往往忽略最基本的孝顺之行,实为可惜。 人生短暂,父母在世时尚可尽孝,若待父母去世,纵然再多功德,亦难弥补对父母的亏欠。 鼠蛇人若能明白孝之真意,便会体悟到孝顺不仅是父母之福,更是自身福报的积累。 孝顺之心,如种子般扎根于心田,逐渐开出善意的花朵,为人生带来福泽。 鼠蛇人若每日悉心侍奉父母,使父母心生欢喜,则无形中积累无量的福报。 佛法讲因果,行善得善,鼠蛇人若对父母尽心尽力,未来便会有福报回归自身,命运也会因此而更加顺畅。 孝顺之行,即是一种修心,正所谓孝乃修行之机,若鼠蛇人以孝为基,则人生便得以稳固,功德圆满。 很多人以为积累功德虚行大善,失财不失,救济困苦,然不知孝顺便是最直接的积善之道。 鼠蛇人聪慧,常常被世事牵引,追逐名利,然而最难能可贵的功德,往往就在举手之劳中。 鼠蛇人若能在日常生活中,多关心父母的冷暖,体贴父母的辛劳,则父母之心安,自己亦得心安。 亲情之爱乃人间低善根,鼠蛇人若能以孝顺为念,不必刻意行功德,功德自会随行而增。 这份功德,不求世人看见,却能在无形中积累,成为鼠蛇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孝顺之行,不仅是福报,更是治愈内心的妙方。 鼠蛇人往往因为聪慧而生孤傲之心,易于疏离身边的人, 而孝顺正是帮助鼠蛇人打开心灵,去除自我执念的方法。 父母之爱,如温暖的港湾,能让鼠蛇人找到归属感。 若鼠蛇人能悉心照料父母,便会逐渐发现自己的心灵愈加平和,内心的不安与浮躁也逐渐减少。 孝顺是清净心灵的修行,鼠蛇人若能将这份心意贯穿一生, 不但能获得无量的功德,更会在心灵上得到极大的净化,人生中种种困扰也会随之化解。 人生在世,有父母便是有依靠,有亲情便是有温暖。 鼠蛇人若能明白其中道理,便会自觉肩负起孝顺之责。 父母健在,正是鼠蛇人行孝的大好时机,若等到父母去世,纵然再多悔意,再多功德,也难以弥补。 佛法讲究当下的修行,孝顺之行不在未来,不在过去,唯有在此时此刻。 鼠蛇人若能在日常生活中从简单的问候,观心中开始行孝, 则孝顺之功德便会逐步积累,内心的安宁也会愈发加深。 佛经云,孝顺父母,功德无量。 鼠蛇人若能以此为一生信条,不贪求世俗之功德,专心于孝顺之道, 则所积累的功德比任何世间功德都更加深厚。 孝顺不是一时之行,而是一生的修行。 鼠蛇人若能在每日的生活中关心父母,陪伴父母, 以此行作为修行的根本,便能将心中的杂念逐渐净化。 使自己愈加接近清静的心静。 人生最难得的功德,莫过于孝顺父母, 这种功德如涓涓细流,滋润鼠蛇人的一生。 愿鼠蛇人皆能珍惜此生, 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 视孝顺为一生的大功德。 无论人生有多少成就,都比不上尽孝来的重要。 愿鼠蛇人将此孝心铭记于心, 不负父母,不负此生。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史记归策传, 寡人闻之, 见者福也, 愚者贼也。 人主听愚, 是愚祸也。 虽然, 祸不忘志, 福不徒来。 我听说, 在这个世上, 劝见的人是有福之人, 而谄媚阿愚之辈, 皆是贼人。 人如果听奉承的好话, 那就是愚钝。 要知道, 祸患不会轻易到来, 福气也不会白白来到你身边。 无论是福气也好, 还是祸患也罢, 都不会随意出现。 任何出现的事物, 都有他们必然的道理。 比如说, 一个人专做坏事, 那他就不要想着有福气的庇佑的。 因为再多的福气, 也无法改变他作恶多端的事实。 比如说, 一个人毫无品德, 总是不守规则, 那他就只能接受祸患。 要知道, 不守规则的人, 最终都会被规则所吞噬。 曾世强教授认为,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结果。 有些人能够一生安好, 那是他善心善意的结果。 有些人能够安康幸福, 那是他循规蹈矩的结果。 有些人能够家庭幸福, 那是他懂得妥协的结果。 人若命好, 祸患尽散。 能够远离祸事的人, 是有八九都有以下四种能力。 能够远离祸事的人, 通常懂得不管闲事。 有倒是个人自扫门浅血, 休管他人瓦上霜。 年少之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总认为这番话还是自私了一点。 可是, 当今时今日在读这番话的时候, 却认为他道出了这世间的真相。 别人家的血, 我们没必要扫。 哪怕我们多管闲事走了, 也不见得别人会感谢我们。 更何况, 这是一个欺负老实人的世道。 我们越多管闲事, 那后半生就越倒霉。 很多人都会疑惑, 为什么我那么善良, 却总是被人欺负呢? 有些人成为了老好人, 那他们就得承担 让善良泛滥的结果。 有些人成为了软绵羊, 那他们就得面临被人针对的问题。 有句话说得很好, 不该管的事如果管了, 影响的就不仅是自己那么简单了。 有些事会祸及家人朋友。 有些事会影响未来的发展。 这个时候, 我们唯有不管闲事, 方能远离祸患。 能够远离祸事的人, 通常能够喜怒不行于色。 三国志终有言, 喜怒不行于色, 好物不言于表, 悲欢不义于面, 生死不从于天。 人在江湖打拼, 就不能把喜怒哀乐展现在脸面上, 更不能把喜好厌恶抒发于言语中。 唯有管控住自己的情绪, 我们才能保全自己。 对于喜怒不行于色的行为,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城府极深的人的做法, 是伪君子的体现。 其实, 这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人过分直白, 不懂得保护自己, 那我们就容易被人算计, 招惹来不必要的小人。 为什么小人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就是因为我们藏不住情绪, 容易把内心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脸上。 这, 才是最要命的行为。 控制自己的情绪, 隐藏自己真实一面, 这并非是为了算计别人, 而是为了提防那些觊觎我们的小人。 所谓人无伤虎翼, 虎有害人心。 提高警惕的心理, 那才是做人的智慧所在。 能够远离或是的人, 通常不会走极端。 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中,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走极端, 更容易感情用事, 过分情绪化。 这种行为, 终究会害惨了自己。 一个年轻的职员, 总喜欢抱怨上司的不好, 认为上司在利用员工。 后来, 上司知道了这件事后, 只说了一句话, 你觉得我在利用你, 那你可以离开。 别被情绪影响了心智, 也不要过分走极端。 试想, 走极端之后,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更会影响当下的情况, 又何必这么做呢? 有康庄大道不走, 非要走独木桥, 这才是人之不幸。 所谓淡然如风轻浮面, 暴怒如火中灼身。 你的淡然, 就像是春风一般轻浮他人的脸面, 达到你好我也好的境界。 而你的暴躁, 则会像火焰一般, 既烧灼了别人, 也伤害了自己。 总的来说, 避免走极端, 才是人之成熟的体现。 能够远离祸事的人, 通常能做到顺势而行。 有国学大师认为, 天下之道, 莫过于顺势而行。 顺应时代的发展, 顺应历史的发展, 顺应生活的轨迹, 顺应人生的轨迹, 顺应市场的规则, 顺应自然的规则, 那才是王道所在。 就连孙中山先生也认为, 天下大势,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人, 终究不能违逆现实, 而只能接受现实。 无论我们有着多强大的能力, 有着多雄厚的财富, 那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 有些人通过互联网成为了富豪, 有些人通过电商发家致富, 有些人通过紧跟时代潮流而捞到第一桶金。 这, 就是人对于时代随机应变的结果。 对于未来, 我们要敬畏, 对于现实, 我们要尊重, 对于过往, 我们要愿赌服输。 唯有顺着大势向前, 我们方能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闯出生路, 奔向不远处的心之彼岸。 好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订阅生肖十二频道,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